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 台湾 日本都有民众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不明种子 我们采访到了当事人 带您了解 家住申和西的安先生表示 星期一晚邮差投递完信件后按了一下门铃 他等邮差走了以后便去邮箱取信 我出去后把里面所有的邮箱的信件都拿出来了 然后就其中有一个就很奇怪 有这么一个这个是个邮件 我最近是在网上买了一些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不应该有这种体积的东西 然后我一看上面是中国寄来的 然后这个位置呢 还写了是耳钉 我就用手摸了一条 觉得怎么摸 我也想象不到这是个耳钉啊 这个邮件是从中国浙江省寄出 写着价值1.79美金的耳环 让收到来地不明种子的安先生感到很不安 我小心把它搅开了 搅开以后一看里面真的是就是这种种子 我朋友在国内记录也好 它的邮局是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都一定要看原件以后然后再写上去 然后结果它这个上面就能这么明目张胆的写真假东西 说远隔万里寄来是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很奇怪了 近期网络媒体流传有关来自中国的种子 口罩 袜子等物品的报道 许多海外收件的民众一头雾水 真假难辨 不知道在美中贸易战的时局中 中共在背后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是想把它送给美国农业部这样相关的机构去查证 去查验一下 然后看它这个究竟有没有那个问题 我希望说在美国的华人也好 任何族裔的人也好 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在美国发生 我希望停留善良 停留美国 这以前美国农业部敦促收到包装的人们不要播种 留下这些不明种子和包装 包括邮寄标签 然后与他们各自周的职务监管官员联系 直到得到进一步指示 新唐人记者古新乐 矽谷盛和熙采访报道